预理分局为了要建立年长者优良驾驶的习惯 除了持续利用各类长者即会加强宣导 强化路权以及防御驾驶的观念 避免不幸意外事故再次发生 因为近期预理台九县花193县道有年长者行车不慎发生严重事故 因此长者的驾驶安全将是往后防治事故的重点 预理分局为了建立年长者优良驾驶习惯 除了持续利用各类长者即会加强宣导 强化路权以及防御驾驶观念 避免不幸意外事故再次发生 有鉴于年长者对两段式左转等规定较为不熟悉 因此在玉里镇新国中永新国光复 以及副理箱的台九县中心路口等需要两段式左转租出所 加强执法以建立良好的行车观念及秩序 保障用忍行车安全 为了提升高龄者风险意识及改善用路习惯 警方透过机查取缔结合交通宣导 以提升高龄长者交通安全 除了遵守交通规则外 也要防范他人因疏忽或故意违规而发生的交通事故 另外玉里分局也呼吁民众多一份关心 多一份礼让 由于长者的反应力行动力以及判断能力较为缓慢 不及年轻人 也需要民众的礼让关怀 共同营造美好优质的交通环境 记者高双双玉里正采访报道